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太雅 第一个会飞的求生者终于上线公园服了 没有错 就是我们迎来的妻女求生者 玩具商 首先来介绍一下技能 每局游戏玩具商会携带两架弹射板车 以及一架飞翼 弹射板车可以自由放置位置与收回 而队友也可以借助玩具板车进行跳跃 在自己或帮助队友软点的时候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板车则是可以被监管者摧毁 飞翼则是玩具商达到一定高度时 可以展开飞翼进行滑翔 此效果进行完毕上本人 队友呢是无法共享的 而飞翼速度当然是比跑得快 然而最关键的是 在达到一定高度时是可以无视地面障碍的 但来到月亮和中原时 是无法借助滑翔来飞到桥的另一边的 25秒内无法重复弹射 30秒内无法重复滑翔 安服物 玩具箱可以储存三个道具 使用技能时可以向目标位置抛出 而自己则无法使用道具 内在特质收集狂 翻箱的速度提升100% 也是有效地帮助我们更快地寻找道具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 则是在滑翔时 我们可以看见全范围的求生者位置 不光如此 在滑翔状态下 还可以向队友抛出道具 并且投掷的距离会变得非常远 而最远玩具商到底能飞多远呢 以月亮和鬼屋为例 翻窗后向前滑翔 就可以看到最远距离 说是会抵达起点站 也就是说高度越高 滑翔就越远 而队友也可以看到 玩具商投掷的是什么道具 方便队友选择识取 那大家觉得寻求者 玩具商的强度如何呢 很远距离 感谢观看 再见 再见 再见